拿着手绢,脚踩高桥,旋转踩扇,扭起Yangor 这是长春人文学院音乐舞蹈戏剧学院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之一 高桥Yangor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舞蹈,在北方地区颇受欢迎 东北Yangor源自中国东北地区劳动人民长期社会生产实践活动 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蕴含着东北地区开放、多元、包容的美学理念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长春人文学院舞蹈系主任张万丽介绍 东北Yangor已经成为该校固定的专业课程 现在学校还邀请高桥Yangor艺术传承人走进校园 通过理论加实践的形式,让年轻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么这个活动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文化历史的这种介绍 首先从理论方面,老人家78岁高龄了 然后给学生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把东北Yangor的这个历史、特点、传承和这个未来的一些展望吧 进行了一个细致的讲解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高桥的体验 第三部分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东北Yangor的阵列 这个老先生呢,也是传承了三代人了 然后传承到今天,然后把这个东北Yangor的阵列完整地保存下来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学生的实践体验,让大家感受传统文化 很多00后学生虽然是第一次踩半米高的高桥 但并没有表现出紧张和害怕 反而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掌握相关要领 学生和艺术家们结成对子 在乐队的演奏声中,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第一次,绝对是人生第一次 真的是经验到了 说实话,我刚站起来的时候 完了,今天要掉链子 但其实过了一会儿,那个老师带着我一下 我感觉今天收获真是挺大的 音乐一响就感觉很快乐 然后带着我整个人也是很快乐 就想踩上去来自己试一试 特别希望,就是传播的话不只是在东北三省 希望是向南方也让他们来见识一下东北的东北Yangor的魅力 如果能走出国门到国外的话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据悉,长春人文学院创作的东北Yangor题材舞蹈 《老老的甜》 还曾获得第13届中国舞蹈和花奖民族民间舞奖 这让年轻人们更加坚定了传承这门传统艺术的决心 目前,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北Yangor传承基地 已在长春人文学院落成 展望里说,学校还将通过更多形式 让传统文化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把传统文化带给这些零零后 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 首先是课程 那么是从大一一直到大学四年的 整个的各个年纪都贯传着东北Yangor的系列课程 然后还通过系列的活动 比如说走出校园外 到中小学 到社区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 让我们的学生作为一个传承者 让他们代表把校园内学提到的知识 运用到社会当中